新乡神木村有6条产业道路,损害相当严重 在县议员谢明某陈勤之下 日前陪同县长林明珍前往实地勘查 并将花费将近400万的经费来改善神木村的道路问题 来勘查我们神木村 大概有6条产业道路都非常损害非常严重 今天特地来勘查 我们经过实地了解之后 这6条产业道路都需要来重新施售 总经费大概将近400万年 我们县政府会积极地筹筹 400万 尽快地把我们神木村这些产业道路 把它修复好 让我们这些村民运输农产品 回来有一条好的道路让他们来行走 现议员谢明某也指出 神木村目前正值竹筍的盛产期 有许多农民都忙着通勤 但由于村内有6条产业道路需要改善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发包施工 保障地方的交通安全 现在来这个地方是神木村的地贝林 因为现在竹筍盛产期 进行有欢迎 欢迎后今天这些村民 看到管长来 大家就尽快把管长拜托公 进行欢迎没对的 甚至让管长要设计 进行看那条 当地来做做的 管长也信任答应 所以现在这些村民 现在得顺 今年得顺都盛产 所以以后他们的农产品 要修行 要稳出的是 要拨文 会更加方便 更加安全 前后在回看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发包施工 改善神木村产业道路的问题 让农民有安全的道路可以行走 记者邱平易 心理采访报道